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从12月初开始遭到暴雨袭击 房屋和道路被河流洪水摧毁 巴伊亚州长科斯塔28号视察灾区监督救援队的工作 综合外媒报道 巴伊亚州近期除了迎来创纪录的降雨量 部分地区也因两座水坝溃堤遭波及 恶劣情况加剧 民众争相逃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难 救援人员则乘坐小艇巡逻受灾地区 协助民众脱困 但因河水暴涨 水流湍急 增加救援难度 消防单位透露当局正在监测另外10座水坝 是否出现溃堤迹象 环允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